听他说这有的男人吹说跟他睡过 实际上就见过两面 我说我是跟谁睡过 是不怕人家知道我跟谁睡过 你再说我爱听 没了也就是因为见过一个 就是奇奇怪怪的人 就是巨多人300人 大概300人 300人的吃饭的见过 见过两 还好我以为他是在公开演讲上 300个听众是吗 然后没有 吓死我了 然后就说就跟我睡过什么的 然后其实根本没有 就突然生气 那你只是生气吗 这个不可怕 我碰见比你这可怕 有个女的在外面跟人家说 跟我就是说有孩子 那人就直接打电话就问我 他妈的说呀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我说那人我根本都对不上 我说怎么可能啊 我说那个我是很简单 他这个事能有证据 他要这么说 他应该有无数个证据 对不对 他说我跟他有多好 我说那是个异想狂 我异想这种事很多 但是这事的确挺多 但是是有时候我也觉得也可怕 就是说你很难说 咱们都奔五十的人了 你这辈子干过什么 留下过什么 我就是老在节目里都重复过很多次 我老做一个梦 就是就是真的 他们就说反映了我潜在的一种担心 就是好像在三亚那么个地儿啊 我是一个像老华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问我穿着乳白色的这个西装 小龙看红唱金看 头发全跟马爷似的都白了 然后面前是海 然后就跟话剧舞台似的 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 容貌很俊 旁边一个矮又矮又黑 满脸皱纹 像那个锅底黑一样的那个老太太 然后那老太太就拉着这个大小伙子的手 指着他说叫爹 我就被吓醒 这东西 谁就事先先说好了 谁也不敢抱抱抱 我以为你是现在在街上 比如说碰到个小姑娘要跟你吃饭什么 你首先第一个想是 这该不会是我女儿 哈哈哈哈 现在小姑娘 现在说说小姑娘的事 人家这个方舟 我注意到这个衣服都换了 对吧 就值得配合话题了 对 今天就人家就穿了个喜庆的 就是要相亲吗 对 没有我觉得 就是我就是沦为大龄女青年之后 就特别人 上级是沦为文青 现在呢 我觉得特别热衷相亲 他很邪 他竟碰见那个蛤子 就是你说他这么个女 女作家是不是 按说女作家我们都毕之唯恐不及 这全写出来 你怎么碰见的这种 他能写一部相亲史 没有 你拿一部就是两千字 没有 他不断的去相亲 你知道你那个相亲经历都让我想起那个 冯小刚拍那个非常不容 不是你是看过还是怎么着 我我我看了我都一直在观察呢 我都看 你 看了我写了一篇文章 对对对对 我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我我我我性格好 然后呢 所以一般的人觉得就稍微有点觉得精神病苗头的 或者在葛的苗头的他就是多远了 我就还进去了 我错了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那天认识大门说我打车 然后我打车其实是快到晚高峰的时候去一个地方 然后那出租车司机就说说姑娘那个急着交班 我就把你放地铁口 然后我就我就要交班了 你看行不行 我说好没问题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司机说哎呀 性格真好 没见过那性格这么好的 就夸了我一顿性格好 问我祖籍是哪的 月收入多少 做什么工作 学历是什么 然后我就一一而且非常如实的回答 老实 而且真的是如实回答 他他就话锋一转 他说哎我有个儿子 我这个儿子是87年的 呃月收入一万七 然后外企的在世贸天街上吧 东三环有个房子 说我我我儿子就想找个性格好的 然后呢我一听啊他刚夸我性格好 我就说嗯性格好确实挺重要的 对你的上大堂 顺根爬 然后他然后他说说对 说性格好这个有有多重要呢 就说你看你跟我儿子结婚之后吧 然后你看我儿子在东三环有个房 但是他想把这个房租出去 那你跟我儿子就跟我们老两口住行不行 我们也住东三环 我说他他他他 我说这个我说这个这个好啊 你们坐一趟车就弹到 然后他就他就其实还绕了点路 然后就带我绕到那个东三环 然后就说看他们的房子 但是因为他随手一指嘛 我其实不知道我是那很高档的社区 还是有点老的 但是我觉得性格好 就就有哪儿去哪儿 但是我觉得性格好不应该计较这些事 不应该计较我就哎呀挺好挺好 租出去能不少钱呢 所以然后他就越说越兴奋 声音越来越大 然后他就说这个娶媳妇就娶个面 说姑娘你知道什么是面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就是我就是我儿子以后带你出去 就是见朋友 他在朋友前面打你骂你 你都不还手 然后呢回去怎么收拾他都行 说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觉得 年载未来公共 然后然后我觉得他 我已经被盖装性格好了 就是人设不能崩 我当然先问人设不能崩 所以我就说那那那当然了 那当然不能还手还口 然后我们就聊了一路 他就帮我放低节口了 也没给我他二十四年以后 哎那为啥啊 我觉得我一定是做错 我到现在我还在反思 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近去到的那个 我跟你说 我发现观众永远比作者聪明 嗯 你写那个微博底下 我一看留言 人家说这司机是绕路的 你等相亲呢 哈哈哈哈 这好一旅看我儿子忙的 这个可以绕路呢 但是我还挺喜欢这点 我就是真的就是还挺 就是大家说什么给我介绍男朋友 我就说哎 来来走 你走一个 你相会多少次啊 我我没有 其实就是六七次七八次 嗯 但是有的是对方不知情 我觉得还有一次是对方不知情 他被相亲 是有一个作家老师给我介绍一个外国人 就是是法国人啊 长得特别可爱 就是我把脸白白的 然后笑起来这个脸变成粉红色 特别可爱 然后就会说中文 然后呢 但是中文说的非常好 但是他即使中文在好 他也听不听不懂这个所谓的 介绍个人交个朋友是什么意思 他就以为真交个朋友 后来就吃饭吃 第一次吃饭 他就感觉到话风不对 后来就约第二次 他就把他男朋友带上了 然后就相互喂食 然后 所以就还有一种相亲 是我知道是相亲 对方不爱是相亲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为什么老相亲呢 你着急吗 我不着急 特别不着急 天生火 所以说女作家最可怕 对 你说这个文道 你觉得西方人外国人 有咱们相亲这种东西吗 也有 但是不会 他们不一定会特别叫相亲 因为比如说很常见 比如说有时候一些朋友们就说 今天故意搞个party或什么 就说想让他们认识一下 这事其实很常见 我觉得我们不要把相亲 想成一个就是 纯粹像我们过去那样子 必须没硕之言 然后双方父母同意 然后约出来 然后很正式有个仪式 不一定 他往 说白了 他就是一个 大家介绍 大家认识 看看接下来有没有下文 就这么一回事 如果这种情况 也都叫相亲的话 那一天到晚都很多人在相亲 其实就是social 对 没错 就社交嘛 所以老外也 就是把这个两个可能 有可能性的人给传一块弄一事 这样都显得比较自然 其实很多人 有的人也是误认为自己是自我认识的 其实他不知道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 然后他让你们有机会 没错 变成缘分 那照你们这么说 我想起我昨天应该劝我那朋友宽容一点 怎么了 他就是说这个 他跟他女朋友嘛 他跟他女朋友就是可能是闹点小别扭吧 但是两个人还在恋爱存续期间啊 就还是男女朋友嘛 那天他跟我说 妈的 去相亲 他女朋友就跟他大吵 然后就说 跟我说 你闭闭着理 我说那是有点不靠谱啊 你怎么能跟你好着 人家介绍去相亲 他说 他女朋友就是说 我相个亲怎么了 是吧 我姐姐或者我姨姨找 我给我介绍一下 我去认识一下怎么了 我说你 所有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不都是耍流氓吗 那你相亲不是是有目的的吗 你有目的的 你不就是在背叛他吗 那难道 如果照你们这么说 就当个社交 我们可以让他激励他一下吗 我回去劝你了 对对对 别以为我这个存在不重要 有人要 就这意思 对 我觉得我还有一点 我觉得相亲有意思 就是你会 就是你 你会从这些相亲对象 得到一个对自己认知的坐标 就是因为我觉得 特别是这个大龄女性 活在这个世界上 经常火热火热 就丧失了时间感 就是比如说35岁 37岁38岁 就没有时间感 因为一个人生活 我觉得也都挺好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 比如说你拿摔老来看 其实很多摔老 它是从外界人的反应 你比如说 你有人开始要扶你了 就是让座了 你就意识到自己摔老 那我觉得相亲对于我来说 或者对于很多女性来说 其实他是有 更有效的认识你的坐标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到30岁之后 他发现别人 就给他介绍离异的 然后呢 散偶的 然后呢 到了35岁之后 行情有变 对 然后别人给他介绍的就是 哎呀 这个人有一只眼睛 不太好 不太好 这个腿脚 一目了然 有点不形 所以就是你 就是也也更好的 你知道自己在两 即使是你用不到这个两性身上的标准 但是你至少你知道自己在两性 通过对方的这个天品 通过对方的分量 你知道自己的分量 那我就知道了 你也有一次的 从一个青年书法家那儿就知道了自己是吗 那青年 我就是他搁的这个就是对青年书法家 你给你讲讲那是怎么回事 没有 其实哎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就是这样 就是我当时还没有谈婚恋爱的时候 大概21岁22岁 然后我就特别想急于摆脱 我们当时这种其实叫母胎单身 就是从母胎里面就是单身 单身到现在 特别摆脱 清心词 特别心想摆脱这种状态 然后呢 就就一个朋友就给我介绍 说一个青年书法家 一个叫艺术的认识一下 我说好 那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就看微博还有个人at我 然后呢 就是发了个微博at我 就是那个青年书法家 他说有人要给我介绍蒋方舟 at蒋方舟当女朋友 就是说 就是在碎上网搜图 而他碎还写错了 写着追逐的逐 逐上网搜图 见之大惊 如此之仇 怎么能做我的女朋友 拒之 还专门发了一下微博 还提醒我要看 就让我自己反思一下 为什么如此之丑 还奢求做他的女朋友 你说他是不是竟碰奇葩 连人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人有问题 这人精神有问题 马爷你那个年代过来的 这相亲普遍吗 普遍 普遍 你是相亲吗 我不是 你相过吗 我没相过 我这个我相过 也不能说没相过 就是当时我从农村回来的时候 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有那个工宣队 工人阶级的一个人 工宣队 死活说你这大小伙子 别这么 我给你找一个 那也不能叫相亲 就地铁口 那时候刚有地铁 从地铁出来以后吧 俩人隔着河老远 打一招呼 然后呢 一个人在路 这就叫相亲了 一个人在路那边 走了几步就拜拜了 这叫街头 真的是相亲了 没有聊天吗 没有聊天 没什么聊天 就打一招呼 就是因为我这种人 是很容易跟人家去聊天的 就碰到 我总在街上 我近跟生人聊天 所以我觉得这种很尴尬的 让一个很 就是一个为一个直接目的去 我觉得不可能的 我从内心都抵触 我平生就这么一回 还是给人家一个面子 我父母什么都不会逼着我 你不尴尬 但是我也早恋 我们那时候都是 那你早恋 那谁 你多大算是谁 谁都早恋我 我这这给我播出去是吧 我这没什么播出去 我这个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对女孩就有认知了 就觉得见女孩心脏是感觉不一样 学术 嗯 就开始有点学术 哈哈哈 就是他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嗯 那不算早恋呢 不 怎么不算 哈哈哈哈 你这个概念 你对女孩有点感觉就应该早恋 那我做节目就说过 就是说我们曾经有个回做一个节目 我就说这个这个呃 对方那个啊 我说他没经验 我说你先说 是说然后那主持人说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反对的 其实是为了做节目吗 他就说这个爱情是双向的 他先上来玩这么一定论 我说那不对 我说我单恋着我邻家女孩 你不能说我不是爱情 对啊 他愣了半天说 你说的对 这个中间的主持人说停 没法录了 他不能顺着说 你必须跟他呛着 他说我呛不起来了 这他说的对 单恋你不能说不是爱情啊 对不对 而且单恋那个爱情更强烈 没错 比你双恋还强烈 所以爱情这事本身就 是不是 我也是 你说这爱情 就是说咱们上集讲这个什么文青啊 伟文青啊 这个这个 我觉得啊 哎 这个爱情 还是最初次的时候 感觉啊 有生理感 就是他讲 生理感 生理感 我今天 你后来就失去心力了 还真的 我今天说要是爱一个人 不是 文道 我跟你讲 很特别 就是我 我这个说起来 我都麻素素的 就是我 我这个 今天爱一个人 是心里的 想起他来 觉得温暖 觉得爱是心灵的 可是呢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人生若只如初见 你第一次碰过 女童桌的手的时候 放电现象 就生理的 我自定为初恋的 那我比马爷 那真是酸子味的了 就是那我 我大学一年级 我中学的时候 我中学的时候也有您一样的 对女性的这个认知 是吧 包括对女同学身体的认知 但我不定位 那叫初恋 因为我觉得没有那种爱情 是有生理的好奇 但是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就算 就是我初恋 那时候我觉得 那种感觉 就想起一个 这个 比如放暑假 两个人各回各家 你走在路上 今天我就没有了 就是说 你走在路上 想起他来 你觉得这心上 那种痒痒 就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生理的 这么真的感情 可是也会做伟文青的举止 这很有意思 我记得我给他写情书 写完了之后 我得拿手啊 蘸点那个自来水 带完那个指缝 滴的几个 表示那是我的泪 然后呢 就是哎 就是谈谈谈点烟灰 折的里边 表示我的颓废 你看你 但是你说我这么装 对吧 可是实际上那种麻酥酥的感觉 又是真的 现在能就是唤醒吗 能回应起来 但是能唤醒吗 就再再 换不行 靠你了 靠你了 不过 你说梁绍 我这想起来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很多人 都会本能的抗拒 去相亲 本来方舟是例外啊 他因为他有作家的兴趣 对人生 另外一方面 我是因为生活圈子 非常的狭窄 对 因为你透过相亲 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 对 而且我觉得我是 就是大家 就觉得跟我有这个必要 然后来讨论 就是公共事务 和这个文学问题 然后呢 但是说真的 但你 你写东西的话 你要写 写特别写好说 你要写不一样的人吧 所以你是去找生活体验 就是找这个 低质量的生活体验 我只能证明女作家的可怕 但是我 相亲都是为了找素材 那你这恋爱 和将来当你老公 那可 那反而不行 但真的就是有遇到这个相亲对象 他 他也觉得这个 我相亲的是一个这个 女公共知识分子 然后就真的 他就考我对于香港和台湾的问题 然后就是考我 跟我对于这个 这个美国他选的这个认知 最后聊成道友了 然后没有 之后就不欢而散 觉得聊不下去 政治立场太不一样了 是吧 因为你想想看 相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跟你刚才说的那种现象 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一般我们说那种会让你 比如说碰到手开始麻疏疏 然后一想着他心里发痒 我们觉得那样的爱情跟相亲 是完全两回事 相亲是不太可能 就两个人一见面碰到机会 然后一看到就马上触电 相亲是根本上是一个 在一个条件底下展开的 而且双方谈的也都是条件问题 就像你遇到那个司机 跟你谈的是个条件问题 你性格很好 我儿子东三环有段话 是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搭配 你明下毕业 我儿子在世贸天街上班 每月月收入多少 是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相亲 为什么现代人好像特别不能接受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现在其实相亲的那个年纪 变得越来越低 就是我大学同学 上大学的时候 当然大家都大学 二十一二岁吧 女生每年暑假的时候回家 那时候在大一大二 就被拉去相亲 当我不知道现在就是 过去是不是这样 反正我自己当时听到还挺惊讶 因为完全没有婚恋的压力 这个就是我最不懂的事情 因为你看人口的话 中国明明是在80后之后 是女多男少 不 女少男多 但是为什么现在总是 女家长方面好像比较急着 给女孩相亲 因为你生活在城市里 这事很简单 它是道德 对 现在这个 农村的那个大列男性 非常多 所以我们跟最底层的人 是接触不上 相信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相亲最大的问题 就俩字叫失望 就是你这个相亲 因为你相亲都是按照 最好条件设想的 你见到的人 我觉得99.99% 我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所以往往第一眼 很难就是说一见 产生感觉 对 所以就是比较善谈的人 比较占便宜 就是第一 跟贫 就像我们这样的人 吃亏 看一眼 没好感 对不对 得靠说 然后你跟着巴达巴达一通说 说完了以后 反正说乐了 说那男的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说话挺有意思 慢慢他就愿意跟你接触 然后你再跟他 再装一会儿文青 再跟他说点这个文学名书 然后再背两首唐诗 过去就搞定了 这容易漏勺 我也是看他写的这个相亲史 这个文章里边还说一个什么 就是女的 就是说感觉你是个有文化的女的 结果碰着一男的博士 是吧 结果那男的就开始问了 那个 不是博士 是个秃头的建筑师 建筑师 我那朋友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 然后呢 你既然是历史系毕业的 明朝有多少个皇帝 他答上来了 不说不错 然后清朝有多少个皇帝 这也没答上来 拜拜 对 就是这个致力问答 所以我觉得应该以后搞一种 相亲版的就是致力问答 就是相互考虑上 是不是因为就 就是我觉得有这个婚姻的压力 嗯 你自然而然的很难找到合适的 而且我自己 你怎么不结婚呢 我替你妈问一声 我没遇人合适的 对 你不是抗拒 我不抗拒 你有计划吗 就是多大岁数结婚 有脑子里有这个想法吗 完全没有 多大岁数生孩子有这个计划吗 35岁左右之前 但我觉得我家长就在 那要是到35岁还没结婚呢 那就先生个孩子 哦 我两码 我挺你 就是我觉得我这一点 我爸妈还挺酷的 就是前两天我爸他是来北京 因为我爸的老家还没退休嘛 然后来北京 来我们家 然后吃饭的时候 就我爸说说 嗯 方舟是条船 不知道谁是他的港湾 就他在他这句话 应该在脑海里面 应该已经酝酿了两天两夜吧 因为他觉得特别压运 说出来特别牛逼 然后呢 我妈就说说 屁啊 屁的搞歪 人生都是一节一节过的 就是说你这一段吧 是这个人 你结婚呢 你也把它当做是一种体验 你不要把它当做是一种 就是你妈的那个人 是一条运河 是个火车 对 但是你知道吗 你爸妈给你起这个名字 就注定了你要相亲 而且你啊 就是纠缠不清 为什么 这个诺亚方舟啊 最后不是人类打红水吗 上帝让这个诺亚带上船的 都要成对的 公鸡母鸡 因为他要繁衍嘛 所有的 全是成对的 所以你这名字 方舟上全是公母成对的 所以你清显不了 我现在觉得现在 就社交的手段这么多啊 尤其这网上有各种 他们晃一晃摇摇摇的东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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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呢 相亲好像现在都是流于形式 我听到生活中的相亲都是爹妈急的不行 把这孩子压着去 去之前就基本上知道结局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以就是两个陌生男女 以恋爱为目的的见面 不管是什么 少流氓 不管是摇出来的 是干嘛 是父母介绍的 朋友介绍的 其实我觉得双方有这个认知 应该都算是相亲 就是而不只是就是父母 然后这个相互你家父母 我家父母对一下 我觉得只要是陌生男女 有这个非常明确的认知 然后在一起见面 我觉得其实就 然后以结婚为结婚为目的 以恋爱为 以恋爱为导向 结婚为目的 我觉得那都是相亲 你说 不过我觉得倒是 我能理解为什么要相亲 就是一方面就可以看得到 有的社会或者有些情况下 结婚跟恋爱是分开的 是不一样的 因为相亲跟一般 比如说我们介绍 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讲的相亲 或者亚洲人所理解的那个相亲 跟刚才我一开始说 西方式的那种介绍 还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你刚才说 那个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情况 那种情况就是 纯粹介绍人家认识 让他们当男女朋友 他在恋爱 但今天我们讲相亲 是一来奔着主题去的 那是结婚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中的恋爱 是一个很自然的 两个人好像触电 像你说的 两个心理发痒 那类的 对 马叔叔 但相亲不一样 相亲是一个条件的计算 相亲当然也双方需要有好感 但是那个主题很明确是婚姻 所以就说明了 有时候婚姻跟恋爱 是可以分开的 或者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婚姻是一个社会需要 婚姻是一个家庭延续的需要 婚姻是一个身份问题 所以尤其比如说 在日本就最明显 那日本到现在 相亲还很流行 对 我们都说 听说是 发达国家 对孩子相 对 他相亲的人还是很多 那我们都觉得 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 怎么还闹这些呢 那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们性爱 婚姻跟恋爱是分开的 那好像是这个夫妻性生活 频率最低的国家 没错 就他们夫妻真的是 就是我们结为夫妻 是因为我们需要夫妻 我们需要家庭 我们需要婚姻 那么但是是不是 表示我们彼此相爱 那不一定 也许我有个情人 你有个情人 那么但是平常 我在公司遇到这个帅小伙 挺好的 跟他睡一睡 这也可以 因为那是性 还有一个是爱 还有一个是婚姻 但是我们一般 现在的观念是 三者必须统一 但是很多时候 它是分开的 你中国传统社会底下 我常常讲 我们以前所讲的爱情 是文人小说里面 常讲爱情 大部分人是没有爱情的 对 你以前中国的 婚姻 什么对吧 那个都是没硕之言 就搞上 然后你见到你新娘的 第一天就是在床上 他这个事我告诉你很简单 相亲这个词本身就改变了 词性 过去相亲是父母之间的事 跟你本人没关系 你现在说相亲说这两人相亲 是他们本人相亲 过去是父母代表你去乡这门亲事 对 这词彻底变了 现在跟你们没关系 没关系 现在真是家长比孩子急 对 上海公园里的 全是家长 最后那单身家长互相之间都乡上了 孩子 没相上 对 他们这个倒是 倒是相亲的本意 就是父母之间觉得 这个不是男 男方 父母觉得这儿媳妇不错 女方认为这个 这个女婿不错 这俩相亲成了 他们俩就没资格相亲 你想你过去 按照过去的那个婚俗 你最后呢 是掀开那一下 这下要我说 我要有这辈子 有这一项也不错 如果感人一好的 感人一好的 太刺激了 真刺激了 比现在强多了 太 哎呦会什么呢 对 哇 哎呦 这人生 没发美倦是吧 不但是 如果你就感人一好的 你这个不是什么好的 要好看的啊 别老想好的 不好的 给力也很大 你先 你先开 来 那那心脏不是麻 就跳咱们眼上去了 真的 但也有可能心如死灰 但你什么浪漫了 我觉得中国人过去的那个感情 是我觉得很令我着迷的 很有意思 就是他真的可能夫妻两见面 就是在床上 动房见面 第一次掀开 嗯 但是是不是感情不好 不是 你看到很多我们上一辈 上几辈 很多人他们没有什么恋爱 就结婚 但是当他结下来之后 他那个感情 真的是在那个被锁定的契约关系 下面长出来 嗯 也不见得很糟 就不好 对 对 是吧 就所以说呢 假如世界上只有一男一女 嗯 亚当和夏娃 是吧 诺亚方舟 亚当和夏娃 你看这俩人就必然相爱 必然得好 那像婚姻就是你 他你不能太自由了 就给你框在这个地方 那么夫唱 夫随 嗯 而且这个里面 我觉得他还有很多道德的东西 做人 从小教孩子 那个时候有一套 妇道啊 做老公该怎么做呀 做妾该怎么做呀 对啊 他各安其分 你怎么一想就想到 妾该怎么做 对啊 你不是要交不上 哈哈哈 他很套 咱还是关心 最新的 而且我觉得很多很多 为什么上一辈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比如说像我爸妈 就是相亲结婚 嗯 然后就是亲戚介绍的 你也有这遗传 然后那个相互 我妈看我爸是他那个能力范围内 或者视野范围内长得最帅的 因为爸真的还挺帅的 然后呢 我妈是我爸能力范围内看到的 最有文化的 然后两个人就 两个人就认识了 大概认识 有个一两个月吧 我爸说呀 就是结了婚 这有名单位 能够有个分个房子 那就结婚吧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呢 就是你知道就是也没有 也没有问题 就是当然也会吵什么 那没有问题 他们那个时候 不会碰到什么问题呢 要是过了一两个月 发现了一个 在我所能力范围内更好的 这事怎么办 不是这个事肯定有 有 你一生中只要你结婚 下面一个肯定好 马爷下言是有经历的 不是 有故事的人 所以你不能因为 因为有一个好的要出现 那你就后悔这事 这个是另外一个事 尤其是没好花彩布 对 对 肠子都毁去了 对 尤其是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呢 你是没娶 你娶了以后也未必就好 那是 那倒是 但是方舟 我真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现在像这个 你就是都是年轻人了 对 为什么就是结婚这事 是他们那么大的一个 就很怕 很多80后90后 你看现在我听他们讲 就是说70后是先恋爱后结婚 80后呢 是先同居后结婚 90后呢 一般不会跟同居的结婚 就是 对 对 不一定准确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你在网上调查 这些年轻人们都在问我 该不该结婚 结婚对他来说是个什么 都怕结婚 其实我觉得不是怕 是想 就是特别是我身边的90后 甚至是更年轻的 95后的女生 其实是非常非常想结婚的 结了就离 就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恋爱和结婚 或者说恋爱和结婚 如果同事 放在他们面前选的话 就是女生其实是会选结婚的 我是面年轻的女生 现在还是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 我觉得是还是因为就是 可能这个社会环境 他们没有安全感吧 而且呢就是这个社会的导向 变得越来越现实 就是比如说 从你买了什么衣服 你就可以税路寒无一帆 然后到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嫁得好 不如你怎么怎么样 包括现在强调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就是你其实看到 是有这个有倒退的 就强调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就是你这个 因为是这个富二代 所以你这原生家庭好 你性格的缺陷就少 那这个什么凤凰男 什么的都是去批判 原生家庭不好的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变得越来越 视力越来越现实 那我觉得我是面的 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 在这种档下下 其实就非常想结婚